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集內容有趣 今次不講價格了 價格講了好幾集 只要Stronghold自己意志信念強的話 就可以到達目的 中間那些其實都不需要怎麼理 今集講一個有趣話題就是 Bitcoin價格已經去到55000 錄影時間是2021年3月12日晚上9點26分 Bitcoin報價是55525元 接入港幣大概是40多萬 而這個價格會不會令到 擁有最多Bitcoin的中本聰成為全球首富呢? 我們現在計算一下究竟 今集內容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講講 周本聰現在在世界排名度是第幾名 大概第幾名 第二就是究竟要升多多少 Bitcoin究竟要升多多少才成為世界首富 第三就是Patreon會員讀響 中本聰成為世界首富的時候 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這個就大了 這個就值錢看了 為什麼呢? 是顛覆了這麼多年人類歷史的財富的想法 有些人說要發明什麼 要做什麼 他只做一件事就成為全球首富 之餘呢 是一個無名事 所以是開創先河的 事不宜遲 立刻看看我們中本聰 這幅圈很漂亮 你設計得 不知道什麼水擁有最多Bitcoin 最多Bitcoin的就是中本聰 大家知不知道它有多少Bitcoin 我們要計算的時候 就計算現在有多少錢 是不是這個人呢? 他說澄清中不是 這個日本人就說自己不是 護照也拿出來沒看 我不是中本聰 中本聰英文是什麼? Nakamoto Satoshi 就是這個人 可能性大不大 我們就看看現在的福布斯排行榜 你不用說了 亞馬遜老闆 Basil 還有Bill Gates 還有Elon Musk 現在的身家有多少 超過這群人才會成為首富 那現在呢 首先看看全球的福布斯排行榜 你打Richards就有了 最有錢的人 那我們就按回 福布斯排行榜 首富第一名就是 Jeff Bezos 就是亞馬遜老闆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 sense都知道 這個世界不是炒賣最發達 你自己看我的頭身 只有巴菲特是買股票發達的 其他人都做生意 而令到生意上市 上市股票就值錢 而自己又持有這些股票 的大部分的話 它就會成為首富 所以大家要知道 支付的秘密就是 做生意或者是創業 才有機會做到最終極有錢人 那大家不說那麼多了 那我們就分析一下 究竟現在那個 最有錢的人是身家多少 昨天和今天看又不同的 那是182.6b 而只要高過182.6b的話 b就是billion 即大概是10億 一個billion就是10億 這裡是1826億美金的 這個數字大家都大概明白 大概是對高喘老 那一家蘋果電腦 就是2萬億 大概是10分之1 10分之1 10分之1蘋果的 身價 的估值 的身價 那小火子 那你至於是不是 就是超越 用現在這個價格 現在這個moment 究竟中本聰 我現在傳說 它擁有最多bitcoin的人 中本聰有多少個bitcoin呢 那我們就看看 有些資料顯示 第一次呢 頭幾個創細blog呢 它擁有的bitcoin數目 是110萬 一顆bitcoin 大家拿計算機出來 這是我昨天計算過一次 很麻煩的 計算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請等一等 計算方法超容易的 就是 把這個bitcoin的數目 成為每顆幾千 很簡單 你都懂計算 但按的時候 你還會發覺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計算 就因為有很多個0 現在大家拿手機出來 手機有個app 叫做 Scientific Calculator 那個十分之適合計算 這麼大的數字 只要將110萬 大家知道110萬是多少個0 110萬就是 1100005.0 110萬乘55500 那就是說 最後得到就是6.11乘10的十次方 小火子 那是多少錢 可不可以化回剛才我們聽得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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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這個圖去計算的話 就是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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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 現在中本聰的那個 身家呢 去到哪個位置 他排第幾名 但是呢 有些人會問 除了你直接搜尋這個 Satoshi 就可以了 那我就試過才知道 原來沒有的 他現在 現在將這些虛擬的 持有幣的人士 的首富 排除在外 不想承認的 那就是說第一件事 告訴大家 這些福報師是未承認這些 擁有加密貨幣人士發達的錢 但是到最後他不得不承認的時候 你就知道好玩 那就講到很多了 我們馬上再提醒 那就是說 中本聰的身家 大概到什麼位置呢 中本聰的身家 就是 61萬 611萬 那就是大概 就是這個位置 611 再超越了19名 的 Rob Wharton 不知道是誰 都有錢 全世界人是十多名 哇 Walmart的老闆 股東吧 那就是說 現在呢 想跟大家分享 原來大概 中本聰的身家 大概是19名左右 那就是說 那現在他要再升多少 即Bitcoin再升多少 才成為首富 那我們就在下面看看 相差大不大 現在是第幾名 那大家自己按下去 福報師派人榜 那相差大概是18名左右 那現在要再升多少 做首富 大家按一下計數機便知道 現在呢 Bitcoin每個 就是五萬多元 那我們大概再升三 去乘三 把611乘三 就是183 剛剛好超過 Jeff Bezos 超厲害 乘三 那就是直接把Bitcoin的價錢 現在的報價是 5 5 4 這集 這集從來沒有人計算過 現在要升多少 因為我們的 不只是Bitcoin的數字會移動 Jeff Bezos的股價 他擁有的股票數目 那個數目 可能也會移動 價格也會移動 所以令到他身家也有所不同 乘三 哦 16萬呢 就可以到達全球首富了 哇 這集 有沒有人計算過這些東西 都挺有趣的 但是這個計算過了之後 我那次 今集的小小conclusion就是 現在中滿沖身家 就大概600億左右 全球首富就是1700 1800億左右 那至於Bitcoin升到16萬左右 那他就會做了這個做首富 那小火知道 其實他做了首富之後 你覺得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啟示給大家呢 那就是來台Patreon的會員獨家專享 Patreon都會有四個不同的優惠給大家 今集輕輕鬆鬆的內容都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下去 他究竟中半沖成為首富之後 對社會影響呢 我們就留待Patreon的朋友 獨家專享 如果你亦都想加入Patreon 歡迎大家訂閱 兩元雞一天 就會幫你做到四大好處 第一就是立即知道 小火子的投資組合 裡面也有些很特別的貨幣 會介紹給大家 定期定後也會介紹 不介意劇透一點 自己按入Patreon 也有一點點 Title 看看自己懂不懂得看 有沒有用的 那之外呢 也有 Bitcoin大抽獎 每逢4月1號 下次4月1號 每逢每個月的第一天 我就會進行抽獎活動 只有會員專屬才抽Bitcoin 另外的就是 最重要就是幫你照顧市 我相信各位工作都幾繁忙 也都很多是新手 最重要就是 未試過經歷2017年的大牛市 那個起伏很大 你就很容易被人震走 或者很容易就過了龍 最後虧了很多錢 那我也一一經歷過的 如果能夠在過程中 陪伴到大家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錢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究竟是否值得 幫你照顧市 也會有一個出入貨的提醒 這集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了 究竟中管中成為世界首富的時候 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其中一個影響你都猜到 就是對人類的思想 是有很大的顛覆 原來我們做生意也好 上班也好 都不及玩這些虛擬貨幣 那我們下集再見了 like和share 記得按鈴鐺 還有like和share可以幫到 我的影片有更高的曝光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們下集再見 希望可以多些人參與 這個cryptocurrency的最後牛市 因為這個牛市過了 要等四年 那你就自己好好考慮一下 究竟需不需要加入 需要介紹朋友 那我們下集 那次是投資涉及風險的 所謂的投資決定 都是自己的行量 那我就給點意見 你自己加入不加入 自己買不買去貨幣 都是自己決定的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